作诺于缓秋绿野间的石头山风景区 曾居住着泰雅与赛夏族人 百年前客家族群的移民开墾 不仅丰富了这里的文化 更造就石头山成为著名的客家人文景观园区 风景区的范围包含了新竹的峨梅香 北浦香 竹东镇与苗栗的南庄香 三湾香 沿着省道台三县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进入这一座 素有城外青山之名的石头山风景区 第一站 我们来到了风景区北部的北浦聚落 百年前 敏克族群合力再次建立据点 随后客家人大量的入墾 北浦也成为当时客家族群向南开墾的发源地 而坐落在北浦街道旁的金广福公馆 则是当初办理开墾业务的办事处 所谓金指的是官方 广代表乐籍 福代表敏籍 这座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建筑 目前已列为国家一级古籍 除了金广福公馆 在北浦街道上最引人目光的莫过于聚落内最大的建筑 天水塘 它是开辟北浦的先驱江秀鸾的故居 天水塘为三合院式的建筑 共分内外两城 门楼采燕尾造型 在内城的地上则铺有石板 并有排水沟渠的设施 用来防止地面积水 可谓匠心独具 另外 精致的艺术装置与设计 在今日看来仍旧是一座气派优美的大户住宅 此外 北浦的街道巷弄间 还保存着许多旧式的古迹建筑 都散发着多年累积下来的动人魅力 值得您前往体验发现 古迹聚落 让我们见证了客家族群的肯拓历史 而客家的饮食文化 则隐含着他们刻苦耐劳的民族性格 客家人的菜肴讲究咸的口感 除了保存较久 也可补充劳动后流失的盐分 而由茶叶 花生等研磨而成 喝着米香的雷茶 则是当时客家族群 自中原向南迁徙时所发展出来 既解渴又冲击的饮品 在客家人日常生活中 雷茶即是主食之一 也是代客的佳肴 由每年十月开始制作的饰饼 也是客家人饮食的特色 从削皮 酷晒到风干 浓蒙的饰饼香总飘散在 北浦峨眉的街头巷尾 离开了北浦市区 您可选择走新竹县境内的 三十七号香道到临近的大平溪 体验知名的北浦冷泉 由溪底冒出的冷泉 温度在十到十五度之间 浸凉 舒爽 是泡汤的好去处 此外在北浦南方 外形酷似五根手指头的五指山 则以山林景致建长 并有休闲度假的油气设施 供您选择 沿着台三线往西的方向 我们来到临近北浦的鹅梅乡 鹅梅早年以张老产业闻名 随着时代的变迁 茶叶以取而代之 成为鹅梅的新兴产业 每年芒种至大鼠 茶农就忙着倒茶园 摘选浮沉子西咬过的一新二业 经过细心的备制过程 富有独特蜂蜜香味的顶级乌龙茶 就正式出炉了 由于曾是英国女皇的指定用茶 而被自名为东方美人茶 围绕在缓秋林蔭间的鹅梅湖 则是鹅梅香的另一大特色 鹅梅湖过去以水利灌溉为主 由于周围环境保护良好 成为许多鸟类的栖息地 在青山的掩映下 湖面白鹿翩翩 生机盎然 此外横跨在湖面的细毛埔吊桥 及周围的环湖步道 也成为游客单车悠游 及休闲散步的最佳场所 经由竹41号香道再往南 就是风景区内最富盛名的湿头山 山区地势低缓 临向良好 以特殊沙岩构成的巨大天然岩洞 是这里独特的地理景观 山区内还有多条步道贯穿 其中以南庄的湿头 与峨眉湿尾间的湿山古道 最为有名 漫步在青石板铺就的湿山古道 沿途有十数间的百年寺庙 意味着天然岩洞而修建 红瓦白墙的庙宇 古仆而庄严 不禁让人赞叹古人的慧眼独具 而清幽的环境也让这里成为台湾早期的佛教圣地 藤平古道则位在湿山管理站旁 从入口旁的一处小街射击而上 马上就能进入到浓印的森林里 步道两旁 以藤类与蕨类植物为主 林间虫鸣鸟叫声 布绝鱼耳 生态资源丰富 步道的最高点是一处观景台 让您在汗流夹背之际稍作休息 为下一段的旅程储备活力 接续着藤平古道的 是自清代就开辟的六辽古道 古道沿着西谷延伸 破度平缓 途中有多处的生态解说牌与油气设施 还有一棵清朝时期就留下来的古老章木七星树 濒临古道旁的则是六辽溪 河床上有着溪水长期刻画的湖穴地形 而溪中悠游的鱼儿及飞舞的蝴蝶豆娘 则让这里的溪谷生态多彩多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